欢迎收看5月8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你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女性协金会从三月底开始以直播方式让协会成员不受疫情影响 可以继续动健康 新北市与故宫签署合作计划 运用故宫文物及相关教育资源 发展创客跨域巡回教学 今年在四大超商就可以利用健保卡或是自然人凭证下载查询码 不需要读卡机在家轻松完成报税 109年房屋税从5月1号起开征 因为新冠肺炎接受治疗隔离或者是检疫者 可以申请延展到6月30号缴纳 今天的阿公阿嬷当主播 要由下层社区发展协会的高保随来播报新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新北市新女性协金会 从三月底开始以LINE群主直播的方式 由肌耐力课程的老师继续带领协会成员活动筋骨 让大家不受疫情影响 在家中也能够跟着老师动一动保持身体健康 一到了下午打开手机进入LINE群主 就可以看见有老师正在示范尽耐力的各种动作 这是新北市新女性协金会 从三月份的场馆封闭及户外群聚活动限制之后 改采线上直播的方式 带着协会的姐妹们持续做运动保持健康 新北市议员陈玉君就表示 许多协会成员都已经养成运动习惯 如果取消所有活动恐怕对身心反而造成影响 所以在演艺之后就尝试请老师以直播 继续陪伴大家做运动 一个多月下来效果相当不错 我们从三月开始四月 我们就有线上的肌耐力 那我们一直持续到 就是整个新北市政府它的政策 所有的公共公开 我们可以群聚的时候 可以一起来上课 那线上课程现在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 都有课程 透过耐群组的线上教学 协会成员可以依照想要参加的课程 来加入群组 并且在公告的时间 就可以看见老师教学直播 像是五月份的动健康经耐力 分别在周三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开始 就会进行为11个小时的教学 其中因为目前疫情舒缓 所以周四在户外 以保持社交距离 做好防疫的原则下 也有开放现场教学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表示 现场教学是在防疫期间的变通方式 未来会随着政府的政策 调整课程的活动 但最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持续地保持运动习惯 维持良好的身心健康 记者杨帮友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与故宫签署合作计划 将运用故宫文物及相关教育资源 发展创客跨域巡回教学 而应应防疫课题 首颇活动就以防疫为主题 结合了故宫医药书等典藏素材 引领师生认识从古至今的防疫作为 新北市长侯友宜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吴蜜查 共同签署温固知心Tips合作计划 宣布将整合故宫 以及新北市教育局和文化局资源 推广文化历史创意媒体教育 以及博物馆教育等专案合作 让新北市师生和市民大众 可以获得多元薪知 故宫博物院院长吴蜜查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的合作 让博物馆可以触及每一个族群 让更多人来亲近博物馆 因应当前防疫课题 新北金山高中教师就与故宫团队 共同研发防疫主题巡回课程 记者会上市长侯友宜也亲自体验 抗菌灶的DIY 他表示运用故宫医药书等典藏素材 引领师生认识从古至今的防疫作为 藉由小样McHow的主动出击 让孩子可以丰富文化视野和博物馆经验 用古老人的智慧的艾草薄荷 再加上现代科技的奈米云去组成 做一个东西 来给孩子说这个可以防疫 我觉得连这个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但乐观其成 让我们所有的孩子们知道 离我们最远但是也是最近的 就是我们的故宫 从5月18号起 小样McHow故宫防疫课程巡回 将到新北各偏乡办理30场的活动 加会1500位师生 除此之外 新北热门博物馆景点 也会纳入国际版故宫爱台湾博物馆卡 全面拓展博物馆文化观光版图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在防疫期间 尽量不要前往国税局报税 多利用网路在家报税 今年财政部新增在四大超商就可以利用健保卡 或者是自然人凭证下载查询码 不需要读卡机 在家就能够轻松完成所得税的申报 每年5月纳税人都要申报综合所得税 因疫情影响 国税局鼓励民众尽量在家上网申报 不过往往有人抱怨家里没有读卡机 报税相当不方便 因此今年财政部新增超商下载查询码的新措施 不需要读卡机 也不需要在上班时间跑国税局人挤人 有一个人潮拥挤的问题 那所以说财政部他就是跟四大超商有一个合作 那民众呢只要带你的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已经注册的健保卡 到了四大超商的一个事物机 就可以列印你的查询码 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查询码 用那个申报的软体 就可以下载你的所得跟扣除我的资料 至于到超商事物机要如何操作呢 再来点选政府贷收 然后点选综合所得税贷收 接下来点选列印所得及扣除额资料查询码 再点选同意 之后点选健保卡 如此一来轻轻松松就可以一直搞定取得查询码 回家后利用申报程式下载所得及扣除额资料 就能完成报税 多用网路烧走马路 再加报税是防疫期间的最好选择 记者杨本友张门琪新店财宝报道 109年房屋税开征了 缴纳的期限到5月31号截止 因为31号正好是立假日 因此顺延到6月1号 不过纳税人因为新冠肺炎 接受治疗隔离或者是检疫 可以申请展延到6月30号 109年房屋税从5月1号起开征 缴纳期限到5月31号截止 因为5月31号正好是立假日 因此顺延到6月1号 预期缴纳者每超过两天 按应纳税额加征1%支纳金 最高加征到15% 如果超过30天仍然没有缴纳者 除了加征15%支纳金外 还会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强制执行 因此提醒民众 留意缴纳期限 并且如期缴纳 另外纳税义务人 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 或是不慎遗失 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地方税 激增机关申请补发 此外房屋税缴纳期间 因为新冠肺炎 接受治疗隔离或检疫者 可以申请展延到6月30号缴纳 符合调证的纳税人 请在展延期限内 检据主管机关开立的 隔离治疗通知书 隔离通知书或检疫通知书 连同房屋税缴款书 向税捐激增机关提出申请 还有如果纳税人受疫情影响 导致收入或所得减少 无法在规定缴纳期间内 一次缴清税款者 也可以在缴纳期限内 向税捐激增机关申请延期 或分期缴纳 延期期限最长一年 分期最长可达三年 记者杨玛友张门琪 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 阿公阿嬷当主播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唔好 用手机不只可以购买口罩之外 现在还可以 找找有限电池费用 即日起大兴电全面采用简讯账单服务 将不再提供纸本账单 保障用户各支不外线 也提醒用户按时缴费 您只要持手机到超商出示手机条码 就可以轻松缴费 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大大保护我们的地球 大兴电邀请您共同响应简讯账单 缴费服务 大兴电客服APP环保又便利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以于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下载就用好方便 聪明运用免来电 今天的阿公阿嬷当主播单元 邀请到的是下城社区发展协会的高保随 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主播大保随 下城社区在281项打造了一面砖雕墙 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意象 希望借此推展社区已经成立相当多年的烘焙产业 面包 蛋糕 牛角 昂骨桂等美味可口的点心 全都变成了砖雕墙上的主角 正面砖雕墙是下城社区最近在281项项洞内全新打造 整体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意象 是由下城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彦凤所发想 他表示下城社区发展协会成立烘焙班 已经有相当多年时间 享有名气 为了能够推展社区特色 因此将社区烘焙产业图像 变成了专条艺术 镶嵌在社区巷弄中 为了要推销社区烘焙班的那些食品 那就是因为要增加曝光率 只好用我现在是申请后面的这一块 是文化局计划案里面的 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社区有这个班 如果有人喜欢的也可以来上课 然后如果要想订的 订柚子面包或是面包类的东西 也可以来社区跟我们老师订 而下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真子 也亲自参与这次专雕制作活动 他希望这面专雕墙 可以成为社区一日游的解说图 为社区产业创造效益 因为要有这个印象让他们 好像在贴在这个墙壁上 让他们有一点印象 看到了 我们这里要烘焙 要做什么这些成品出来 以前还有红菇柜 还有七角柜 还有什么面包什么种种的 艺术家陈锋显则期待 结合了专雕艺术 能够为下城这个老旧社区 注入新元素 让更多人看见下城丰富的人文内涵 七十多年被政府列为禁建区 维持它一个很淳朴风气的社区 我感觉这个社区有它的味道在 本身也是这里的里民 我就把这个老社区的氛围 跟我的艺术结合起来 下城社区目前已经有石头面 专雕墙 专雕艺术不仅打造社区新风貌 也凝聚了居民的相信力 更丰富了下城社区的观光资源 记者声明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 博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电机上和 一梯数位录影机重磅登场 月付129 容量升级精彩加倍 身半促洽 2917 3939 超级双网案 强力上市 全部吃到饱一口价 每月只要799元 让您在外能行动上网 在家可以光鲜上网 一次申办全部搞定 速洽 2917 3939 ABA 08年纵合所得税 结算申报 缴纳期限因疫情影响延长一个月 从5月1日至6月30日截止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请民众多利用网络申报 未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新电区公所致公免费导览申请 暂停服务延长至109年5月底 后续是疫情状况 在予以恢复或延长暂停服务 造成不变 尽情见谅 109年新北市原住民族产业金石 即创业计划争选竞赛报名时间 自109年5月1日至109年6月14日 至欢迎原住民朋友踊跃报名 相关简商及报名表 可以至新北市原住民族行政局官网下载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以及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